难怪这家餐厅那么多顾客 菜品确实做的不错 而且就性价比来说确实挺高了 那么多菜品加起来才150多块钱 而且还有甜品 这间餐厅就是广州人气非常旺的常来到排档 个人觉得非常适合家庭朋友聚餐的一间餐厅 临近中午饭点来到这里的时候 陆陆续续啊 就有非常多的顾客过来消费了 给朋友们直观的看一下这间餐厅受不受欢迎 从人气来看 生意相达火爆 从餐排上面来看 常来的菜品非常多 主打越式口味 价格属于比较大众化的消费水平 这一道土油蒸手多肉饼 选用肥瘦混合的猪肉 用料还算是比较扎实的 没有淀粉含量 吃起来弹牙鲜嫩 干鱿鱼的咸香海味渗入猪肉里面 非常适合拿来下饭 简单加了花生油 香葱和酱油调味 肉饼弹牙之余 鲜嫩多汁 这一道菜品非常不错 这一道荔枝木刷鹅 吃起来有果木的香气 而且枣红色的外皮真的非常香脆 类似玻璃有割的那种脆皮 肉质鲜嫩 而且里面是饱含汁水的 油脂很香 皮下脂肪都已经烧至化开了 犬鹅不错 用的是鲜鹅 肉质厚实 骨头小 这一道筋不患遮甜鸡 厨餐上桌的时候能听到咳的那种声音 真的锅气十足 而且用的甜鸡是新鲜的 在火候方面掌控的不错 表面微焦 但是食材里面却保持了鲜嫩 调料只是恰到好处的真香 并没有掩盖食材的本味 这一道腐乳菊丝瓜做的也相当出彩 丝瓜表面的硬皮都被处理掉了 选用的是比较嫩的丝瓜 腐乳的味道不会过浓香味 丝瓜吃起来是清甜爽口的 铁盘菊下面微焦 香气十足 而这一道干草牛盒做的非常有水准 牛盒炒的色泽油亮条条分明 吃起来有味爽滑 但是不会觉得油腻 牛肉表面炒至微焦 但是里面还是保持滑嫩的 老抽酒黄恰到好处的真香 令牛盒吃起来国气十足 最后还有羊汁甘露甜品 这么一个套餐150多买单 我认为薪价比确实挺高了 难怪这家店能吸引那么多的好过 挺适合家庭朋友聚餐的一个餐厅 诚意和朋友们分享的一家好店 在这里希望朋友们能给个三连支持 地址我会整理在留言区的顶部 朋友们记得加我关注了